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3年11月17日 星期五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說說話說網上討論區也討論得意 紅紅的 據報有一個樓盤首現銀主盤 據報業主被call loan 即是被銀行追回房屋的貸款 曾經上網求救 是怎樣的情況 甚至連金管局都有最新的回應 究竟這類call loan的情況是否已經發生 還是真的特殊個案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多說少 就要了解一下和香港的經濟有關的情況 另外也說說治安消息 據報火炭工廈有貨倉的倉主自編自導爆涉案 如何自編自導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是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NOVOLAND首現銀主盤 645萬元放售 業主曾經被要求30日之內要償還500萬元 報導的難民提到了 二手市場皮靴有中小型銀行 行有要求業主提早償還欠款 即是call loan 今年年初開始入伙的屯門NOVOLAND第一A期 那個的期數一伙兩房單位 在入手短短約抹一年 被銀行call loan 輪為銀主盤 最新更加遭到銀主推出放盤 以叫價645萬元放售 據市場消息說 今次的銀主盤單位 NOVOLAND一A期一座高層P室 實用面積418平方尺 屬於兩房間隔 據了解 上述的銀主盤 目前有一間本地的小型銀行 以銀主的身份接管 並用645萬元叫價放售 赤價1萬5元左右 屬於市價 至於上述被接管單位的業主 早前在社交平台求助指 就說遭到銀行要求提早償還欠款 即call loan 據當事人在社交平台表示 遭到承造樓宇按揭的銀行 要求在30日之內 償還約碼509.4萬元 或超過77%的按揭貸款 和超過1萬元利息 估計那位業主 因為未能償還欠款 單位最終淪為銀主盤 01有問過大新銀行 另一向大新銀行查詢 那間銀行的發言人回覆時就說 基於客戶的個人私隱考慮 和保障各方利益 本行一貫不會就個別事件作出評論 又或者向任何第三方 披露客戶的個人或商業資料 但是他們強調一般情況下 絕不會向客戶提出提早 償還按揭貸款的要求 今次是近年唯一個案 實屬非常特殊 以及罕見 亦都跟宏觀 經濟 和市場情況無關 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據報金管局 今日都有進一步的回應 根據HK01的另一則報導 金管局就說 持續還款之下 即使負資產 或者樓價跌 銀行一般都不會call loan 報導的內文提到 樓價下跌 負資產再次飆升到超過一萬宗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 負資產只是數據上的結果 當樓價下跌超過一成 做九成按揭和按保個案 就會成為負資產 但更加應該關注 是貸款人的還款能力 屬於高還是低 銀行的按揭 審核就嚴謹 目前三個月以上的負資產 住宅按揭貸款拖欠比率 下跌到0.02% 只要貸款人一直有還錢 即使樓價下跌 或者成為負資產 銀行一般是不會call loan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話說這件事也是今天的網絡熱話之一 討論區也有很多人討論 話說這個人曾經上網求救 就說他正在供單位 在大新銀行做按揭 他聲稱自己保持有付錢 不過不知為何銀行就叫他 要在限時之內 還清貸款 結果最新的消息就說 這個單位已經為那間 中小型銀行所有 估計大新銀行 因為內民零一都問過大新 大新承認有這個情況 不過就不會披露相關那個私隱的情況 另外就說這個是近年唯一和罕見的情況 事件亦都驚動了金管局 金管局都有回應 就說一般來說 銀行就不會這樣 提早去追業主的貸款 大家知道近期的數據顯示 負資產的數字是超過1萬宗 說到樓市響起警號 說到施政報告減納過後 市場又未見很大的氣息 又說要到下年年初才能見到反應 另外亦都說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火炭供下貨倉 倉主自編自導爆竊案 打算吞70萬元的貨 朋友扮賊一同被捕 報導的內民提到 火炭爭貝灣街一同供下的貨倉倉主 上個月月中 報清租到爆竊 不見了一批價值約摩 70萬元的貨物 沙田警區重案組 接手調查過後 懷疑有人 自編自導自演 報案之前已經將貨物搬走 更加找來朋友扮賊 在貨倉外面培回 營造效果 重案組日前 11月16日 採取行動 拘捕報案的倉主 和他的朋友 涉嫌盜涉 入屋犯法 和誤導的警務人員 話說上個月的16日 有一個50歲姓徐的 南倉主報警 就說他位於火炭 爭貝灣街的 金豪工業大廈 第二載的貨倉 遭到爆竊 損失價值 任務 70萬元的貨物 沙田警區重案組 接手調查 並翻查大量 閉路電視 結果發現 倉主報案之前 該批報稱 損失的貨物 早已被運走 而倉主自收貨過後 曾不斷用藉核拖延 拒絕貨主 到貨倉檢查貨物 另外 閉路電視 拍到 10月13日 一名46歲姓梁的男子 連同兩個男人 在貨倉附近出現 偽造貨倉被爆竊的情況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樣也可以 這個倉主 假裝自己被人爆竊 但原來的爆竊是假的 找朋友 一起來扮賊 結果全部人被捕 而報導內文也提到 這位倉主 找朋友 一起來扮賊 營造被爆竊的效果 希望 收起的貨物 再據為己有 離譜 不過報導內文 就沒有提到 究竟是甚麼貨物 另外也講講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粉嶺皇后山村 12歲的女 擔心 父親 拍遠雲島 報案過後 揭發他爸爸 是藏有K仔 警方拉了 39歲 喝醉酒的 爸爸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 11月17日 凌晨1點多 粉嶺皇后山村 王匯樓 一名姓王的 12歲 女同報警 說他39歲的父親 在住所暈倒了 救護員接報到場 測覺姓王的男子 有酒氣 警員調查期間 發現他的背囊有約摸6.1克 懷疑的 綠安酮 只是K仔 所以以涉嫌藏獨 將他拘捕 這個姓王的男子 報稱不息 清醒 被送往北區 醫院治理 據了解 這個姓王的男子 毛孽 若有一對子女 分別是12歲的大女 還有9歲的小子 去年開始 入住皇后山村 事發的時間 他 反抵住所 獨自喝啤酒 其後 躺在梳化上 大女健壯 呼叫 沒有反應 試圖找藥物 不過 就在 爸爸的背囊 發現7個 透明塑膠袋 內有 懷疑K仔 擔心他 服飾過量而 報警求助 警方到場的時間 這個姓王的男子 躺在梳化之上 處於昏迷狀態 身有酒氣 期間得知背囊有K仔 於是以 藏毒的罪名 抓了他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個39歲 毛孽的男子 當時 在家裡喝酒 結果可能醉了 不過背囊裡 真的有毒品 有K仔 人命有關 當然是先報警 結果 因而發現 他爸爸是藏毒 拘捕了他爸爸 而且看回家庭背景 都令人神傷 這對子女 要靠自己的努力而長大 因為他爸爸 又無業 又藏毒 估計有吸毒的習慣 估計未知 社署會不會 嫁入這個個案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